現在先去吃一下 東港黑鮪魚生魚片 當作早餐 欸你要去哪 轉客人 你竟然在廚房幹嘛 你好像沒到頭下 欸 各位觀眾 請看 如果你沒有騎過山路的各位同學 去看一下肉腳愛騎車新手系列 新手怎麼跑山 標準你看完之後呢 還是不會跑 因為跑山是要多練習 不是用看的就會了 我們的規則就是這樣 誰先吃完一顆釋迦 誰就贏 不是丟這個 熊壯 快點 熊壯 威武 我們的環島就是這樣隨性 看到這裡產釋迦 我們就停下來吃一下釋迦 假設騎到東港的時候有可能是凌晨一點 凌晨一點 那我們做好休息 你長途七成 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對 不要熬夜 你當年覺得累了就休息 你隔天早上起來 再去華僑市場 早上起來就直接 補一發 對就直接吃喔 而且華僑市場裡面有很多的日本料理 寄點 省哥 寄下來 我們先睡覺 早上起來去吃剩一片 你隔天可以八點起來 對那你最好就是九點半之前能夠吃完 然後出發之後我們就可以沿著 可以往大鵬灣裡面去有一個大鵬灣的橋 也很漂亮 那是台灣可以打開的 那個也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那接著我們就去往下走 那個什麼魔幻咖啡旁邊 然後這個時候還沒有到南迴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就會有兩個選擇了 一 我們就是往我們的國境之南 OK 就是鵝鵝鵝鵝鵝鵝 第二天晚上是設定是睡在台東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建議我們就在 繼續往滿洲的方向去 那我會建議這個路 路線是非常棒的 如果你環島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往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叫做旭海 旭海 它就是在我們台灣最南端 它剛好是在我們尾巴側面 切腳 它面對的是太平洋 第二天如果是安排是住在台東 那我們就可以往旭海走 那有要再吃嗎 這邊就沒有吃 這邊就是眼睛吃啊 那我們就是繼續再往 它已經勾上來了 這個時候已經 台灣已經勾上來了 那勾上來的時候呢 我們走旭海的時候呢 就可以呢 接坪2110 坪東的坪 對110還是119吧 差一下 它就是我們的這個坪的意思就是 我們在線道 那這個線道就是剛才有提到的 我們在導航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線道它會帶你走進去 產業道路 或者是沒有人騎的 很少人走的路 可能蒙阿波那種之類的是不是 諸如此類 或者是地上很濕滑 然後路況不好的 如果到那個時候已經是半夜 然後你就騎到那種蒙阿波裡面的話 那真的是有這樣的經驗嗎 沒有 曾經 蠻可怕的耶 真的是如果這樣 欸這樣騎一騎然後突然哇 兩邊全部都是 那你也在蒙阿波裡面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現在是一個人嗎 對 可能很多人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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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早安 大家 早安 好累喔 感覺好像沒有睡到覺的感覺 就 天亮了 好期待喔 我們要往旁邊去 欸你要去哪 整個 你竟然在廚房幹嘛 整個 欸 另外兩個人 耍遲到啊 他們還說 我們好啦 我們好了 結果呢 遲到的人就要付出報價 等一下就要看遲到的人的臉 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來看一下他們的臉 欸謝謝喔 黑鮪魚 遲到的 我們約8點 現在是幾點 你現在死 我們7點50幾分就到了耶 黑鮪魚 謝謝喔 謝謝謝謝 Rober謝謝喔 謝謝 謝謝 你看他的眼睛就是沒有睡 我好像被鬧鐘下 欸等一下 我要瞧一下角度 我剛剛要講什麼 我昨天啊 我最近真的是累到是 我是在拉電腦的檔案 然後我是用盡全力在睜開眼睛在拉電腦的檔案 確認完之後我要上傳到那個雲端 發現電腦不能上傳 因為本機硬碟滿的 然後我傳訊息給Rober 我傳訊息給Rober說 我明天再用 ㄎ到沒有辦法思考 傻眼 今天好熱喔 好像說要怎麼辦 剛才真的是被鬧鐘下起 因為我不小心開到最大的聲 我是放在這裡頭上 太近 插頭在頭上 然後跳起來 插頭砸下來 然後台燈插下來 你把台燈撞下來 然後我是抱著台燈起床 該逼很痠 然後會這樣抖 你這太少鍛鍊了啦 太少鍛鍊 他都沒事啊 他的車子會往前滑的 他不用這樣尿啊 對他不用這樣尿 他不用這樣尿 加油 今天又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旅程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各位 欸 神哥洗我了 大家安安 今天是環島旅程的第二天 我們預計呢 現在先去吃一下 東港黑鮪魚生魚片 當作早餐 再開始前往花蓮 不知道能不能達成任務 反正我們今天第一餐 黑鮪魚大家就認真一點吃 後面可能都是7-11喔 我們可以找停車的地方了 我們到了 這邊 魚產品直銷中心 我們是直接停在魚港直接進來的 這算港口吧 港口進來 然後一台車40元 所以如果你是騎重機 直接停一整排 然後這邊應該也可以停 一台車40元 四台車是多少 16 四台車的錢 一台車40元 四台車是46 那我們現在要馬上進去 魚港裡面 看一下希望還有魚可以吃 帥的 全身都很痠痛 行軍的感覺沒錯 你們有去過小琉球嗎 他們說這邊是去小琉球的一個 好地方 港口 港口 第一家就這麼 帥氣 我們要進來囉各位 生魚片 等一下我們先run一圈 直接表情長不一樣 我已經有精神了 先買個喝的好了 我喝點口茶 那邊全部都試耶 你長最愛 鮮草蜜 點口茶消毒喔各位 是喔 好啦 那聽你的 我們確定好一家了 我們已經遠方鎖定 感覺它的壽司 直接過去 直接過去 哇它這一盒才一百元耶 老闆我們這個 那個黑鮪魚是用直接這樣點是嗎 這個是肚子 肚子 這是肉 這也是黑鮪魚 對 這是金三角 它在哪可以跟我們介紹 油脂 油脂 哪一個是最厲害的 這一塊就很厲害 最厲害 因為我們有點那個 上附貨壽司 那就是這個了 是不是 那可以搭配嗎 還是 這個要另外貼 一個是一千塊 十片 四個人我會貼十二片 耶 謝謝老闆 鵝牛等級的水果 真的是鵝牛等級 有油花 老闆說 他是擺就要這樣吃 這個黑鮪魚 要先回溫兩分鐘 醒酒的意思啦 那個油花就會顯現出來 直接浮現 我們先拍一個 before and after 那種感覺有沒有 先正常一切出來的時候的油花 跟 喚醒我們的黑鮪魚 兩分鐘到了沒 什麼口感我還真的不知道 入口即化 這魚片不就那樣嗎 欸 老闆還在這喔 老闆一言不合 等一下就再多送兩片喔 送甜不辣 這個是我的 青龍豬的軟 哇塞 那個 黑鮪魚這樣融化 也可以啦 老闆你可以點一隻 不是點一隻 你可以點一份 先抓一隻 你知道嗎 這樣看過去看老闆在做 就是一個很美好的畫面 這個世界就很和平 Olan超香的 Olan也很香 但我在那邊他剛出爐 各位觀眾 請看 鮪魚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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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鮪魚肚 上腹 黑鮪魚 握壽司 海膽 重點是這個 大魔王在這裡 Robin直接坐不住了 這個是剛才已經 已經有照著老闆醒酒 Robin你直接坐過來 我們坐幾點 不然這樣啦 我們直接藝人先來 這個最厲害的 好不好 好不好 沈哥已經在旁邊 真的是Hold不住了 對 來 沈哥你先 我已經鼻涕都要流出來了 現在濕原味變沾了 這個真的濕原味是不是 不知道 你這樣 我以為是應該先試一個原味 對 來那麼多片 好 先試一個原味 100喔 這一口就是100 各位 原味怎麼樣 原味 還是要沾對不對 原味可以 原味可以 好好吃喔 後面會甜 油脂可能 很多油耶 雜眼 原味就可以 原味真的就可以 我先海膽囉 各位 乾杯海膽 斷腰斷腰 完了... 真的嗎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你這首飾 怎麼樣 你直接先 快受不了 穿這個可以在騎一圈耶 騎一圈喔 不是 我說那個公園 那邊就這樣繞一圈 鮭魚很厲害 不過因為這個黑鮭魚 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目前我自己心中的排名 你是那個海膽第一名 金三角第二 我這個第一耶 你這個第一 所以說來一定要點的話 我會選這樣 這個配一點魚卵超好吃 這一碗是誰的 這個叫 要來吃 老闆說6月黑鮭魚季 比較便宜 然後東西也比較多 總而言之呢就是 老闆說6月 大家來這邊的話 東西比較便宜 然後CP值比較高 那我們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趕快吃完一下 等一下馬上要 開始我們第二天的旅程了 希望我們今天可以順利 騎到花蓮 準備出發 各位夥伴 可以齁 都跟上了嗎 Let's go 準備出發去海豚灣門市 這次 真的有海味啦 現在真的有海味 我沒有騙人啦 空氣真好 魔幻咖啡到了 要不要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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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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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魔幻咖啡 看看哪裡有位置 你們兩個都不穿袖套 那我們兩個男生到底在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魔幻咖啡 超級漂亮 我剛才直接在那邊睡著 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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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什麼 什麼葡萄什麼的 感覺很像末期多耶 借我喝一口看看 哇 你的一口 我察言 這是氣泡水 好甜喔 這裡面一整天 OK的 這邊可以一整天 除非颱風 颱風這邊應該也是蠻可怕的 颱風這邊就是兇 很多網美 剛才我有去拍那個樓梯的照片 雖然說我不知道 拍樓梯到底要幹嘛 酷喔 我剛有看到有人帶著一隻狗 到處給牠排在拍 叫網狗照 網狗照 但有點熱 等一下我們就要趕路了 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知道我們現在 總共delay了多久嗎 好像沒有delay喔 我們delay大概有三個小時 真的喔 你怎麼那麼淡定 我們就奇怪一點就好了 等一下 台東跟花蓮那邊 就是很多早上集 走吧 UBER 然後往下出發 好棒喔 好棒喔 那時候我們以為遇到了什麼惡霸 你知道嗎 各位 泰馬里47公里 台東77公里 77 我們現在已經踏上 切往台東的南威公路 現在風有點大 有點逆風 當你在騎車的時候 如果你遇到逆風的情況 記得 低檔位 高轉速 它會讓你的車子 產生陀螺效益 會往下沉 沉在地板上面 這個時候 會越來越穩 比較不會車子飄起來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大段的山路喔 如果你覺得很逆風的時候 待會兒 記得降檔 提早煞車 好 因為這邊的彎都蠻彎的 待會 好 如果你可以看地圖的話 順便瞄一下 那個彎是不是真的很彎 提早回遊 煞車 提早回遊 煞車 路彎 如果你騎這個路 你覺得快要外拋了 你的煞車在彎道之中 彈一點點 不要大力踩 彈的意思就是 不要給它咬下去 你知道嗎 好 我們要進到山路囉 從這邊開始路比較小 二檔是你跑山的好朋友 來大家降檔 二檔是你跑山的好朋友喔 如果你沒有騎過山路的各位同學 去看一下肉腳愛騎車 新手系列 新手怎麼跑山 包準你看完之後呢 還是不會跑 因為跑山是要多練習 不是用看的就會了 知道嗎 但是你絕對可以 因為看完肉腳愛騎車之後 增加了許多跑山的概念 比方說像現在 這個彎道有彎中彎 有彎中彎的時候要怎麼解決呢 眼睛要看哪裡呢 剛剛提醒大家就是 除了隧道裡面 裡面會有科技直發 或是區間側速 地板上面會有提示你 它是區間側速之外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保持一個距離 好像它現在地上 是個三角形 大家一定要保持一個距離 如果你太近的話 它是有可能拍你一個跟車太近的 各位同學 我們看到海了 代表我們已經貫穿到台東了 我們現在到了中游山海關站 剛才一到這邊呢 馬上拿出 剛才在上一個地方 買好的 Raybou 不是Raybou 是Raybou 還有 我買了一個秘密武器 一看到我拿出來 大家心情就好 這個心情就好 對不對 最好是 它的靴子好帥喔 女僕裝喔 各位 不要說肉腳愛騎車都那麼直男 各位 女僕裝 左邊的這個山跟雲結合在一起 有看到嗎 左邊的山跟雲 然後右邊是海 然後整條路燈是這樣直的過去 如果你坐在家裡面 如果你是坐在客廳裡 沒有辦法從圖片 或者是文字 甚至是影片 來感受到這個 最真實的感覺 所以我常說 每個人一定都要有一台重機 那就對了 你看到沒有 這根本就是加勒比海岸啊 各位 我們現在要來一場 世家比賽 一 誰吃得比較快 可以吃完一顆 二 誰吐的紙 可以吐得比較遠 等一下我們就把紙帶一些在身上 然後往海邊吐看看 他就是往垃圾桶吐 看誰吐比較準 比較遠之類的 那一天吃什麼燒烤 什麼燒肉 你們兩個在那邊叫我們洗車 今天要賭什麼 輸的要怎麼樣 是不是可能讓你們不洗車啊 我們會洗 我們賭下一次洗車 怎麼樣 給我上術 在那邊洗車 我們會洗 我跟Robin會洗 我們眼神有交流過 欸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有可能會輸的 你們就在那邊不講話喔 各位 一塊一顆喔 就是大中小 他已經分好了大中小啊 四個 我們要蹲在這裡吃 老闆在耍眼 他當裁判 逼他當裁判 我們一二三兔 等一下輸了就去跑籃球場一圈 然後還要精神達速 好啦可以啦 你會精神達速嗎 我不會啊 我沒有當過兵 我們的規則就是這樣 誰先吃完一顆四家 誰就贏 輸的跑燒場精神達速一圈 那邊有籃球場 我剛問過老闆 老闆說那籃球場是他們的 我跟他兩回合 一個還有兔子看比遠的 老闆也說他可以當裁判 這個是真的不能賴皮喔 皮可以吃嗎 幫我一下 我掉進去 扣他分扣他分啊 那不行啊 不是 我不會吃自家 我被你們陷害了 你可不可以吃啊 你嘴巴都吃耶 你有沒有擦一下 不用擦 你不是掉這個 我會 他還不要 超甜的 嗯 很好吃耶 因為這肉很細 我怎麼吃到沙子的味道 這讓你不要一直講話 平常別人 我不是 平常別人 你趕著大運 我吃完了 你剛剛認輸了啦 我吃完了 你那個吃完的話 要去沖地沖 你們完了 他會贏喔 他已經吃了 他地板的都已經吃了 你們真的是不能Live 沒有 沒有 你還沒吐完 現在是沈哥 沈哥還沒吐完 第一局沈哥輸 我跟你們說 老闆剛剛已經有同意說 我們可以把紙 往那個沙子那邊吐 你不是要先練習嗎 結果拍下你嘴巴特寫 吃了這邊都吃了 很好吃 真的超好吃的 看起來甜到會覺得 太甜了 重點是老闆長超帥 老闆真的是 超有個性的 換好遠喔 哪裡啊 在那裡 我吐一下 換我換我 腳上不能擠啦 快點會也會 來 等一下我在哪 哪有這樣子的 我的紙在這裡 我已經不知道我的在哪裡了 我的在這 來啦 快點啦 快點 不能一起啊 快點快點 欸裁判在那喔 對你用甩的也可以 來你只要OK就OK 哈哈哈哈 我可以喝上去 我拿喝醉了 在哪裡 在哪裡 幹什麼 他完了 他完了 在那 欸裏長快一點 不要吼油快點 好啦去跑了啦 去跑了就你們兩個啦 他輸Lover啦 他在那邊 就你們兩個 來來來 欸這麼小喔 我以為很大一個欸 打樹打起來 給我喊出來 熊壯 快點 耶 說 快點 給我喊出來喔 還在那邊就笑 嘻嘻哈哈的 還在那邊 想不想用操啊 快點 沈哥你在那邊 好可憐喔 我 熊壯 威武 不會了 欸這是釋迦樹嗎 我們的環島就是這樣隨性 看到這裡產釋迦 我們就停下來吃一下釋迦 台東釋迦 你看他剛剛連地板的都吃了 他剛才這太扯了 他連地板的都在吃 你看到我們這個跑法 你有沒有後悔 見地板的來吃 吃地板 我們當時早上瓶的 各位太陽下山了 我們現在 還有一百多公里 哈哈哈哈 今天真的是 今天真的是玩得比昨天還狠 原本以為昨天已經是大石道了 沒想到我們今天已經 整個完全是沒有在管了啦 哈哈哈哈 所以呢我剛看一下 現在是五點半 到花蓮的話呢 大概還要三小時 所以我們大概預計是八點半才會到 搞笑了 還可以還可以 沈哥又洗我 沈哥 沈哥今天洗幾次 五次喔 哈哈哈哈 欸我們左轉就要 左轉就要到囉 來來來 我們要到了 叫什麼名字 CODY Kazi 這個也是嗎 我們邊拆邊結尾啦 聲音聽起來 大家聲音聽起來都很累 好累喔 不過我們今天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因為我們今天真的是一路玩 原本我們規劃的所有的行程 全部沒有照著走 什麼車站啊 然後什麼鐵道啊 原本還要去什麼櫻木花道 那個什麼鐵道對不對 我們就一路這樣一吃 吃河車停耍背 邊騎邊討論說 不然等一下去吃四架 今天騎這樣子 你們覺得怎麼樣 第二天 今天是完全我們是 我們自己騎喔 今天比較不累耶 昨天好像比較累 我是今天比較累 你今天比較累為甚麼 被我的痠痛開始蔓延 那你不能這樣計算啊 我的意思是說騎起來的感覺 騎起來的感覺 第一天有點像 比較像在趕路 風景比較沒有像今天這麼漂亮 第一天比較無聊 而且我都一直提示他們說 欸 等一下右邊有大 左邊有大 他們就很期待 待會我耳機裡面就會出現 哇 沈哥會很大 哇 然後我想說 想說什麼 而且今天那個海邊 真的超漂亮 我們去那個魔幻咖啡 差一點想要住在那邊 對 那直接睡在那邊 說真的 如果我們是比方說 夏式環島是五天室夜這種的 你們會不會想要在那邊 待一整個下午 一整個 然後我們在騎車進墾丁 比方說住在恆春或哪裡 對不對 哇 還有比基尼 哇 哇 不行 不行耶 你是不是怕你女朋友看到這邊 我沒有 你剛才不是講不行的喔 你像是沒有不行 他穿比基尼出現那邊 我OK 哇 哇 幫Robert多刷一個帥吧 對不對 求生育刷出來 這雞瓜球好好吃喔 說真的 說真的 我常常真的在講說 每個人一定都要有台重機 那就對了 會有很多事情是 你以前 覺得你不可能會去坐 或是做不到的 當然我們不是賣車的喔 我們不知道要賣車給大家 我們是推廣這件事情 騎車跟開車的感覺 哇 完全不一樣 差小多了 你還說經過那個海岸線 你怎麼會說 哇 好美 你只會想趕快 然後可能開個窗戶吹個風面 覺得很熱 有感覺那個風吹在你身上的感覺 騎到一個路就說 哇 這邊的風吹起來好涼喔 什麼的 因為你開車完全不會有這個感覺 之前關子吹冷氣 有機會的話可以 有機會的話可以騎車環島 騎車環島真的很讚 不一定要重機啊 速可打也可以 現在有一台車我也說好了 你有起火喔 我有起火 他今天起火五次啊 他起火被我抓到 真的 你抓到他起火 你起火是被大家抓到的 他們都偷偷洗火 後面還有人 巴他 對 大打車 最遜的那個 我今天沒有起火 你要說他昨天上坡起步對不對 最遜的那個 對 所以我就算你還上坡起步 怎麼會有 去看一下肉腳愛騎車新手的 怎麼會有人上坡起步用三檔呢 三檔是怎麼一回事 你怎麼不用四檔 四檔可能更高一點 好啦 總之這個是第二天 第二天的環島 這次肉腳愛騎車 這是Rubber 他是 翔立章 T-Rex啊 他是 神哥 我是小肉 下次見 掰掰 帥的 雄壯 威武 嚴肅 剛直 那個你知道嗎 我可以啊 你等一下先背起來啦 你根本就希望我輸 還是你直接去跑了啦 Rubber感覺就是中氣無力 他那個子彈就這樣 咻 咻咻咻 Rubber他常常都說他很會那個 怎樣 我不知道